大家有看過《伊林遺種狗》這部電影嗎? 你知道有一種狗牠們身上充滿了斑點 走起路來熊啾啾氣昂昂的樣子 讓許多台灣人都為之瘋狂嗎? 這個品種的狗牠們身上有一個機關 在遺傳上面出了一個問題 導致牠們特別容易得一種疾病 大家好,我是愛台灣的傑克 我們今天要來為各位介紹一種漂亮的大型犬種 他們撞出了體格 再加上吸睛的外表 在台灣的寵物市場也是備受歡迎的 今天的台灣毛孩子 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大麥丁吧 在今天影片主題開始之前 如果各位對各種有趣的動物感興趣的話 歡迎各位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會員 解鎖更多深入的動物課程喔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大麥丁 大麥丁這種狗又被稱作為達爾瑪西亞狗 因為牠們的原產地位於 克羅埃西亞的達爾瑪提亞 東南方的大麥丁區 或者也有些人叫牠們為斑點狗 長大之後的大麥丁狗 身高大約是48到58公分 體重大約做得在23到25公斤左右 最有名的就是知名的電影 101中狗的代表犬種啦 這種狗時常被叫做保安犬 而且牠們甚至比其他的狗 都還要來得聰明喔 根據犬類心理學家Stanley Koren的相關研究 大麥丁這個品種的犬種在138種的測試犬當中 排名在第62名 牠們的肌肉相當的健壯 警惕心也比一般的狗還要來得強 牠們也更會守護著自己的地盤 就加上高智商的特質 研究指出他們大概只需要15到25次 就能夠學習一個新的指令 以前的貴族或者是四輪馬車以及消防員身邊 都有可能經常的見到大麥丁在身旁的助手 在19世紀的英國 大麥丁犬也被用作於保護馬車以及車內主人的功能 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喔 有時這些狗也會跟著牠們的主人一起面對各項的任務 屬於一種大型的群眾 壽命大約10年到13年 運動神經非常的發達 不論是在過去或者是現在 我們都能夠見到牠們展現非凡的活動力 很常啊我們看到牠的時候 都覺得牠精力充沛的樣子 也很喜歡水 長大之後 牠們的毛皮啊 才會慢慢的展現斑點狀的特徵 有黑色、深褐色 而且還是以黑色斑點的品種 在台灣最常見到 每一隻大麥丁犬牠們分布的方式也都是獨一無二的 這樣子有特色的斑點 除了出現在大麥丁的毛皮 連牙肉、舌頭等等地方都有可能會觀察到 這種性狀如果跟其他動物站在一起比 整體下來看起來也顯得相當的突出 而且每一隻狗都與眾不同 更有一種獨特而且唯一的感覺 養大麥丁的人也比較能夠在群體之中辨認出自己家的小孩 香港動物平台的資料顯示 其實這種狗也是特別容易患一些疾病 在健康方面 因為牠們的肌肉非常的發達 同時活動量也大 這樣子的特質影響著大麥丁容易出現 腳髖關節出現各種問題 到了年紀比較大的時候會更加的明顯 相關的報導也指出 飼養大麥丁的主人需要特別注意 這個群種牠們的腎臟更容易出現其他的問題 術醫師指出 大麥丁這個群種最常見的就是尿道的相關問題 因為基因的關係 大麥丁牠們天生沒有辦法完全的消化某一種蛋白 大麥丁牠們主要是排泄尿酸 而不是我們所知的尿素 相關的研究指出 有可能是因為大麥丁這種狗 尿酸循環當中轉換煤的基因壞了 所以說讓這個群種特別容易發生尿道相關疾病的問題 大麥丁比起其他的權重 有更高聖結石的風險 而且這樣子的狀況特別容易發生在4歲以上的公狗 需要特別注意喝水的量 如果排尿不足或者是飲水量不夠 尿酸也會在身體之間不斷的累積變成金石 在平時照護上面可以多留意全知的排尿次數 是否有改變劇烈的狀況 尿液當中也要仔細的觀察是否有血絲的出現 低蛋白質的食物比較適合大麥丁 這些照顧上面的小知識對四族來說也十分的重要 在兩週前 雅虎新聞也曾經報導了跟大麥丁相關的新聞 許多人帶著寵物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時候 都會很擔心家裡的毛孩 如果在旅途之中大聲的吠叫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但是你有想過大麥丁這種狗 跟主人一起旅遊會發生什麼狀況嗎? 國外就有一名飼養這種狗的四柱 他帶著自己家裡的狗去坐飛機 沒想到這隻狗不但沒有亂叫 而且還相當乖巧的在坐飛機的過程當中 很安靜不吵鬧 這個樣子的畫面也讓許多人覺得相當的震驚 大麥丁乖乖的側躺在四族的大腿上 儘管在旅途當中有許多人在旁邊走動 或者是有講話的聲音 這隻大狗還是一樣面無表情的樣子 第二個報導一出來 同一班機的空姐也在新聞下面留言 他說這個大麥丁全程沒有打擾到其他的乘客 只有不斷的撒嬌 畫面相當的可愛 也讓同一班機的旅客覺得相當的神奇也很幸福 大家比較喜歡大狗還是小狗呢?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種看起來魁梧壯碩 卻擁有小孩子般個性的大狗狗 我覺得他們的班點超級有個性的 尤其是他們還有電影的加持 好像我們一看到他就有一種英雄般的形象 過去還被當作一種貴族的象徵 智商很高再加上善良乖巧的個性表現 也讓許多養過大麥丁的四族都覺得興奮不已 而且帶他們出門的時候看起來也超級威風的 甚至還有像我們前面講到的案例 有人帶著他們一起坐飛機 竟然還真的乖乖的躺在主人的大腿上 真的是太神奇了 今天這一集也為各位介紹的是一種名聲響亮的大型狗 大麥丁 介紹了他們的由來以及相關的小知識 同時也簡單的知道了這個狗基因上面 為他們所帶來的隱藏疾病 獸醫師也有對於這種狗的相關建議 但還是要呼籲大家 每一隻狗的狀況都不大相同 如果有任何醫學上面的需求 也一定要洽詢專業的獸醫師喔 關於這種來自克羅埃西亞 東南方大麥丁區的狗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內容 也都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想要聽的全種介紹 也非常非常歡迎各位告訴我喔 台灣還有許多可愛的毛孩等著我們發現 那就讓我們一起在這個系列繼續探索吧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並且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三個頻道 一起探索這個神奇的世界 我是愛台灣的傑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晚安掰掰